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原来细节中被交易主角安德森接受了降低暴降薪水,这是怎么回事呢? 众所周知,火箭队非常想要甩掉安德森,剩余两年的垃圾合同,整个夏天火箭队都在兜售,加之上各赛季,安德森彻底沦为替补,甚至很少得到上场时间,这让安德森早已对火箭心灰意冷,自己也甚至无法在火箭有发展空间了。 但是,无奈的是,安德森的合同实在,很难有球队愿意接受,毕竟连忙里面老鹰这样的火雷锋还是少数的,不过精明的莫雷找到了太阳队,与太阳一排集合,然而真正让这笔交易很快发生,的却是安德森自己的努力。 按照合同,安德森在最后两年薪水价值4100万美元,其中最后一年的薪水为全额保障,加之2130万美元。 但是,据多为NBA记者披露,安德森为了让火箭和太阳的交易尽快完成,他同意将他现柔合同,最后一年的保障薪水从2130万美元降至1560万美元。 也就是说安德森大概牺牲了570万美元的保障合同,以用来让双方的交易薪资完成平衡,而安德森这样做,一方面促成了双方交易的快速,达成,他自己也在赌博自己。 如果新赛季在太阳,安德森表现不好的话,2019年夏天,太阳完全可以裁掉安德森,而且安德森会损失这570万美元的薪资,由此可以一亏,安德森确实非常想要离开火箭队了,好不容易等完了愿意接受的太阳队,安德森宁愿吸收一点薪资,也要寻求被交易。 真的证明火箭队和安德森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了,其实总结这笔交易,也不难发现,火箭队的莫雷功不可没,而当时人安德森也算是做出了最大的让步,据悉太阳队新赛季会让安德森出任首发,发挥如何就看他自己了,目前看来,这笔交易对于火箭和安德森来说,是双赢的局面。